欧洲爆发第三波新冠疫情 欧盟委员会主席莱恩上星期四 要求英国药厂阿斯利汉履行功课承诺 否则禁止疫苗出口到其他地区 英国广播公司文章指出 法国指责英国在处理疫苗出口问题上 存在敲诈行为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药厂不遵守对欧盟的承诺 必须封锁所有出口 法国呼吁欧盟实施更严格的疫苗出口管制 相比起欧盟27个成员国 英国目前的疫苗接种工作更加成功 欧盟的疫苗推广工作就显得缓慢 欧盟指责是英国阿斯利康 未提供早前承诺的疫苗剂量 阿斯利康否认无履行合约 英国首相约汉讯警告 欧盟严格的出口管制 可能会对其他成员国的投资 造成负面影响